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南市交通局未保障台南市公共自行车系统T-Bike,使用者安全,金,一,日投保个人伤害险,加上今年6月22日投保的第三责任险,成为全国第一个具有双保险的公共自行车系统。 交通局表示,今日起由国泰世纪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个人伤害险,如若因租借期间内骑乘T-Bike意外受伤,可理赔住院伤害医疗保险每日1000元,即个人最高死亡或失能100万元等保障。 同时,因个人伤害险采取实名制投保,因此使用者需在借车前,到T-Bike官网登陆所使用的电子票证与实名登陆个人资料,包括姓名,身份证字号,出生年月日,而该张电子票证若转移他人使用,也必须重新登陆新资料。 交通局强调,满15足岁的租赁者才能享有死亡继付的保障。 台南市交通局局长林连城指出,申请理赔时,减负理赔申请书,诊断证明,及存者赢本送纸T-Bike服务中心转保险公司申请理赔, 待审核通过后汇款至民众账户,而使用信用卡租借者,则需领付个人资料查询同意书。 交通局在表示,自105年8月8日T-Bike使用至今,已设置55座租赁站,提供1520辆自行车, 除个人伤害险外,也投保产品责任险,公共意外险及第三人责任险,均享有个人最高200万元之保障。